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1995年6月29日下午6点左右,位于韩国首尔瑞草区的一个大型百货商场,三丰百货店发生垮塌事故。 仅仅二十秒内,五层的百货大楼就塌陷进地下四层,导致上千民众被生生活迈。 虽然相关部门救助及时,此次事故也仍旧造成了502人丧生,927人受伤的惨况。 这次事故被称为韩国史上最惨痛的事故,同时它也是世界上建筑自行倒塌伤亡极其重大的事故之一。 由其原因则是因为三丰百货店一开始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。 1989年,三丰集团在首尔的黄金地段瑞草区就建了一栋四层的办公楼。 然而在建设过程中,三丰集团的会长却要求将其改建成五层百货大楼。 这样的决定,致使建筑物添加了一整层楼部署。 为了满足百货大楼的购物及用餐需求,整栋大楼的重量超过设计承重复合的四倍之多。 且事故后调查发现,三丰百货大楼的柱子直径由八十厘米缩减到六十厘米,钢筋也从十六条减少到八条。 强化混凝土楼板的钢筋装作位置,各种偷工减料、工程失误都是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。 1990年,大楼竣工开始营业,1995年4月,五楼的天花板已经开始出现裂痕,但三丰集团没有理会这一情况。 直到6月29日上午,顶楼的裂痕数量急剧变大,虽然商场设施经理也进行了一些应急处理,但他们并未第一时间出散商场人员,才最终导致了惨剧的发生。 中国古代,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群体,他们虽为丫鬟,身份气不低,他们的房间与主人相通,罪易窥见归房之乐,他们不仅是少爷的启蒙老师,还是女主人的替代者。